我觉得特别亲切,因为以前我们讲艺术,讲了各种各样的人物离开我们好像很遥远,大都会离我们那么近,里面有很多有特色的东西,也许我就想借这个机会让大家有一个亲身的感受,大都会是跟别的博物馆不同,首先我们讲大都会,我们说现在有三大博物馆,有大都会,有罗浮宫,有那个英国的National Gallery, 还有其实那个俄罗斯的东宫,也是非常好的那个世界顶,就是说是顶级的museum,这四大个museum里面,大都会是非常的年轻,大都会以1880年才刚刚开始成立,所以说是19世纪末期,并且大都会的还有一个特点是全部的donation,没有任何national money, 所以我就想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大都会博物馆的定位,现在我们先讲一下罗浮宫,大家都知道罗浮宫的那个镇馆之宝之一,你去罗浮宫你都要看什么,看Mona Lisa,对不对,那我们就想,好,Mona Lisa是谁画的? Leonardo da Vinci,Leonardo da Vinci是意大利Renaissance的顶尖人物,他是意大利人,对不对,他画的Mona Lisa实际上是一位新娘,他要结婚,所以他们家就叫他,给他画一个像,画了以后呢,Leonardo特别喜欢这个像,他就留下了,他就没给人家,他把这幅像一直留在身边,那我们就说了,好,那个Mona Lisa是意大利人,Leonardo da Vinci也是意大利人, 然后这张画怎么到了罗浮宫呢,这就跟罗浮宫的收藏有关系,那个法国的国王也好,英国的国王也好,西班牙的国王也好,他们都有一个传统,就是说他们喜欢,他们要用最精美的艺术品来装饰他们的皇宫,然后所以他们搜集有名的画,他们搜集有名的画,他们搜集有名的画,他们也搜集艺术家,因为他们叫艺术画家来画Portrait,那一画都是要画紧,就是说, 少则几个月,多则把他们家里的人,就是宫廷画家都画了,所以画家都变成他们的朋友,Leonardo晚年的时候,虽然他是意大利人,他晚年的时候,他活到将近70岁,晚年的时候,法国,声音太大吗,还是正好,晚年的时候,法国国王是把他请到了法国去,在他的那个罗浮宫宫殿旁边有一个给他的一个小别墅,就让他住在那里,所以Leonardo去的时候呢,把他的那些手稿, 和把他最喜欢的画,Mona Lisa是其中之一,都带去了,那个他在那里呢,就是说,因为Leonardo一生服务过很多的那个教皇啊,他又会懂设计武器啊,他又懂人体解剖,所以他是多才多艺,那个法国国王呢,就把他当成了一个顾问啊,或者是他人生中的一小部分,就是他随手干的事情,所以就把他当了顾问,所以那个传奇的故事是说,Leonardo死的时候,是死在这个国王的环境, 其实并不是因为那个国王经常去看他,他死了,所以那个,他很难过,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像法国这样的那个国家,他们从15世纪开始,就已经收藏艺术品,并且他们也收藏艺术家,然后我们说那个俄罗斯的Harmatage,俄罗斯的Harmatage,我们都知道是叫什么,沙皇,那个叫,俄罗斯叫, 沙皇,是叫沙皇,是不是,沙皇是几百年的历史,所以从圣彼得大帝到凯斯瑞女皇,他们都是酷爱艺术,然后都是,以国家的,就是说那个资源,是买,不惜一千公文,买最好的艺术品, 那我们就说,好,这就是说,为什么他们有那么多,如果你要去罗夫公,你会知道会有那么多镇馆之宝,可是那我们说我们大都会,我们大都会是1880年刚刚成立,然后呢,美国一那么年轻,大都会更年轻,并且大都会我们说是全部靠donation, 那大都会的钱是从哪来的呢,我们说好,大都会博物馆是建在美国,那个,商业成功巨子人的肩膀上,第一个大都会,大都会1880年成立的时候,他的第一位最有贡献的人,是JP Morgan,我们知道当时JP Morgan有钱到什么程度,美国曾经一度国家经济危机,要问JP Morgan私人借钱, 挽救国家的那个经济困难,这就是他有钱的程度,但是JP Morgan本人呢,又是一个非常,有声音,有声音,JP Morgan本人的一个呢,酷爱历史,然后就说对艺术非常的热爱,他其实捷径了他最后一生的钱,他临死的时候是没有钱,他把所有的钱都来搜藏艺术,好,我们说我们上次去大都会参观的时候,我们参观了大都会中世纪国务馆,有一个分馆, 但是大都会中世纪博物馆的总馆是JP Morgan等内的,然后呢,还有一个,下一张,再下一个,这个埃及,当时就说那个,1920年的时候,JP Morgan他就realized到,埃及艺术在世界上很难收藏, 所以他就出资组织了一个考察队,有考古学家,有各种艺术家,就去尼罗河考察,然后他们去尼罗河,所以大都会博物馆的埃及馆,全靠JP Morgan的这个考察队,考察来的东西,所以现在大都会博物馆的那个埃及馆,是世界上,除了埃及以外,唯一的一个完整的,那个什么木乃伊啊, 这些东西只有,别的地方可能有,但是没有像大都会博物馆那么完整,然后,这一个师生两面像,这其实是一个,是一个女的,女的皇帝,然后呢,她是,她是怎么呢,就是说,她的儿子太小,所以她就替她的儿子,就说,当政,有点像慈禧太后,垂裂听政的时候, 然后,过了几年以后,等她的侄子上台以后呢,就把她所有的像,全部给捣毁,特别是鼻子眼睛的地方,就说,可能不知道这里面全力斗争,到什么地步,就全部捣毁,他们看到的是,全部是碎片,然后他们是把这些碎片,那碎片,捣毁的地方,就像脸的细节的部分,是捣毁到很小,但是像那个身体的部分,那就说很大,所以因为有大的有起重积,小的有碎片,他们把这些碎片全部收集起来,运到美国,所以, 今天我们才有这么,这么有伟大的,就说,那个施舍人民想,但是这是全部,那个小碎片拼起来的,所以,呃,所以,呃,那个,J.P. Morgan,她的donation,呃,是,呃,因为大都会部,她是第一任的大都会的馆长,然后她的东西呢,就是说,是分散在大都会的各个角落,所以我们今天去,我们很难,除了你看那个标签,你很难知道,哦,你很难知道,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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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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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他對意大利文藝復興是情有獨鍾 所以他蒐集了大量的意大利文藝復興的藝術品 然後他又蒐集了很多印象派和後印象派的藝術品 但是這些有錢人他們都要做事情 都是說既然你JP Morgan把你的contribution都打散了 他說我要建一個分館 讓人家一進大都會就知道 這是我的contribution 所以他就在大都會博物館又造了一個分館 正好Limon Brothers他們家有一個townhouse 是要翻新要拆掉了 他那個townhouse裡面的牆上的那些絲絨啊 窗簾啊家具啊 全部是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 他們是找來的那些東西 所以那些東西本身也是連裡面的家具本身也是藝術品 所以他們把這些東西全部從他們家的townhouse裡面插下來搬來 然後放在了大都會博物館 如果你們去大都會博物館 去黎門那個他的分館 他讓你的感覺就像你坐在他的living room一樣 有個fireplace 上面掛了一張穿藍衣服裙子 那張被認為世界上最漂亮的那個畫之一 然後全面有沙發 你可以在那個短暫的時刻 你可以想像你自己就是他們家的客人 他要製造的一個感覺就是讓你身臨其境 所以這是黎門家 我們說上次可能是Rona發了Degard Degard就是畫跳芭蕾舞的那個畫家 印象派畫家大家都很熟悉 然後大都會博物館有最完整的Degard的收藏 為什麼還有一個大收藏家叫Half Mair Half Mair的太太呢 本身是一個畫家 然後她的好朋友呢 是Mary Cassatt Mary Cassatt是一個美國人 她是印象派展覽會中的唯一幾個女的居中之一 但是呢因為那個時候 美國的藝術還很年輕 所以那些美國有錢人學畫的人都要去歐洲 然後Mary Cassatt實際上她的生活是在歐洲度過的 然後她跟Degard是好朋友 然後她跟印象派的那些莫內他們都在一起展覽 所以Half Mair通過她太太學畫 認識了Mary Cassatt 又因為Mary Cassatt跟Degard是好朋友 所以他們就大量的蒐集Degard的藝術品 從她完整的油畫 還有很有名的那個女孩子 就說站在那的那個雕像穿芭蕾舞裙子的 到她Degard很有名 就是她做馬的雕塑 連她的那個叫什麼 Pastel粉筆畫 就是說大都會博物館是有大量的收藏 這都是其實你講起來都有一個私人的故事 都有一個私人的淵源 所以那個Half Mair也收藏了大量的印象派作品 所以整個印象派這些人他也都收藏 我們這就是為什麼大都會博物館有很多印象派的作品 當然還有Rockefeller Rockefeller他們家最大的貢獻是MOMA MOMA是他們家的貢獻 但是Rockefeller他們其中有一個孫子應該叫Michael McFeller 他對一個什麼他對太平洋一個小島的土族的木雕本畫很有興趣 那個東西在藝術史書裡面是不上冊的 但是呢是真的很反映那個土族人的那種特別的那種很原始的風味 所以他做了很大的搜集 那個人是一個土族的島 那個地方是就說他們就說是排斥外人的 對他來說是一個白人 後來他是葬身在那個地方 他們就說他有一次出海就沒有回來 沒有回來他們家 因為他們家那麼大的財力 動用了空軍就說大批的人去找他 永遠沒有找 連屍體都沒有找到 說那個民族他們是吃人的 但是呢他們那個搜集的那些東西 等一會我們會有照片就說創立了大都會博物館的另一個館 所以我就想說大都會博物館是建立在美國商業那個成功人士的肩膀上 那我現在有一個小小的註解 為什麼他們都會把他們的搜藏抖內給大都會 美國曾經一度的遺產水是高達90% 所以在那種情況下你是沒法傳給下一代的 好這是大家 這你要是看Documentary是沒有人提的 就說他們都特別愛藝術 最後都懂那個 好 next 好 那個我們知道美國特別的年輕 然後呢也沒有什麼古蹟 那大都會博物館呢 他們一個特色 現在我們講了它的就是歷史的那個企業 然後它的一個特色是什麼呢 他們就創造的這些叫Pure Room 就是他們造的這些房間 這些房間讓你好像身臨其境 他們這是有一個很有名的叫摩洛哥北非的 就是有點伊斯蘭教 你們要去的話 就說大都會博物館 別的地方都熙熙攘攘很多人 這個地方人很少 你坐在那裡你真會覺得 你到了另外一種世界 特別是周圍有很多那個叫Mosaic 就是一些詞的東西很寧靜 然後是伊斯蘭文化 就說確實是超脫另外一種境界 再看 next 這是一個就有點像那個African 叫那個什麼阿富汗那種 那個地毯是超大 有點像這個房間那麼大巨大的地毯 有的是掛在牆上 有的是鋪在地下 然後那些雕花 確實是讓你 這是大都會博物館 與眾不同的地方 就是說它在這個博物館裡 創造了很多 我可以說就是超越時空的旅行 就給你創造了一個小小的世界 你可以到那裡去待一段時間 去了另外一個時間 另外一個空間 好下一個 好 這個很奇怪的這些木雕 就是那個Michael Rockefeller去找的 是太平洋小島的一個 你去看上面那一塊 很大的東西是一塊塊小 木頭那個雕刻 那個拼起來的 那裡面還有很多 它們是一根木柱 一根柱子 一棵樹 然後把它倒過來 然後上面刻了很多很多人 所以你要一看是頂天 雖然這些東西在藝術史上 沒有它們的位置 但是呢 因為它們放進了達中博物館 這也是達中博物館的特色之一 誰有錢 誰想抖內 我就可以到那裡 make a history OK Next 好 這是很有名的中國館 我們大家都很熟悉 中國館是怎麼回事呢 有一個家 他們家叫Esther Esther他們家的一個太太 她特別喜歡中國文化 所以1980年的時代 她就到中國去了 那些太古石都是她從中國弄來的 然後呢她就在中國征集了很多能工巧匠 精心設計 這些東西雖然是從造的 但是她們也是做了巨多的research 盡量復原 然後把這些能工 1980年的時候 把這些能工巧匠弄到巴東回來 就天天造這個館 然後還特別要請個大廚 給他們做中國飯 好 Next 好 這一張 這是特別 你們看 這裡是立體的 這全是木頭 整個全部是平面 這全是平的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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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萬一的主構外 可口可口 這倒不能從裡面可口 一定要從外面可口 好 謝謝 謝謝 所以這是意大利文藝術金時期 有一個 唐曼利那時候是小國家 有各種各樣的 一個人 他就說 找人用木頭 全部鑲嵌成的 這種圖畫 所以你現在看著 那個小門在開 然後一些小松鼠 然後那個風景 全部是各種各樣的 原色的木頭 拼出來給你製造的 這個 就是這個 Illusion 所以 It's a very amazing 好 Next 這也是其中一個 你看到 你看到 你連那些影子 那個柱子的影子 也全是木頭的 不同的拼裝的雕刻 然後你看到 上面那個門 是不是開了 那個窗戶是不是 開了一下 好像還有東西 那也全部是 平面的 就是說 好 那個 我再想 再 Go Next 再下 Next 再下 Next OK OK 那個 好 剛才我講的是 大都會播放的 一個簡單的介紹 現在呢 我們這個講座 會是一個 C類講座 我們這個講座的 我想為了大家 完整的了解 就是說 西方藝術的 過程 我們是想從 中世紀的藝術講起 西方藝術是 中世紀 中世紀呢 是從 第五世紀 到十五世紀 是一個漫長的 過程 大家都說 知道文藝復興 是從十五世紀 開始的 文藝復興是 說今天我們知道的 麥克朗朱羅 我們知道的 李爾納多 灰黃的明星 都是文藝復興的 然後文藝復興之前 是一個漫漫長野 漫漫長野不僅是 有一千多年的歷史 然後那夥的人呢 生活也非常的 生產能力也非常的差 然後經常得 經常有那個傳染病 傳染病 一來什麼三分之一 到一半的那個 population 全被wiped out 那時候的藝術呢 好像大家覺得 中世紀有什麼 中世紀只是漫漫長野 但是中世紀的漫漫長野 有它非常輝煌的地方 今天我們要想講的 那個輝煌的地方 就是中世紀 我們今天知道 那個gothic style 叫什麼 歌德式的建築 歌德式的建築 和歌德式的風格 是中世紀對我們後來 我們現在大家都知道 什麼那個房子蓋的是 歌德式的 或者這個裝飾是 歌德式的 歌德式對後面 藝術的影響是巨大的 但是是往往被我們忽略的 所以我們今天要講一下 歌德式那個 歌德式是怎麼開始的時候呢 我們說是教堂 你又想中世紀的人 中世紀的人是那麼的苦 經常有疾病 然後那夥的人也不失字 他們去教堂 那些教堂 都是用拉丁文傳的 他們也聽不大懂 那個時候為了 那你想當一個人特別苦 特別絕望的時候 就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是不是要造反 那那些有錢人 那為了讓別人 就是說安分守己 不造反 那宗教 對不起我這麼說 就是說大家信教 你們不要攻擊我 這只是我一個旁觀者 就說那宗教會有一個作用 然後呢 他們就要造教堂 以前中世紀之前的教堂 是羅馬式的 羅馬式的那時候 建築是怎麼樣 那個磚頭都很大 磚頭大很重 所以那些教堂 你就得造得很矮 就你不能造高 教堂就造得比較矮 然後因為磚頭很重的 那個窗戶就很小 所以你去的那個 有點像洞穴似的 一個小小的空間 然後中世紀 那個哥德士是 從十二到十三世紀開始 他們研究出了一種 新的營造方法 他們可以搭一個架子 然後呢 那個架子就是有點像一個 肢體似的 不是密封的 是一個肢體 然後在這肢體上呢 拼了磚頭 然後等這些木頭架子拆掉以後 那些磚頭是不會倒下來的 這是他們的建築技術 有了這個以後 他們就可以把教堂造得特別高 就越造越高 然後造高了以後呢 那個牆不是很重的 重了以後呢 他們就發明了這個玻璃窗 就發明了這個 這個玻璃窗以後呢 就撿起不像石頭那麼輕了 所以它高了以後 它就有巨大的空間 這些空間以後呢 就有了玻璃窗 然後你就想像哈 那個中世紀最好的代表之一 就是說 是那個巴黎的Nautradale 叫什麼 巴黎聖母院 Nautradale你進去以後 你進去 第一個感覺 哇這個教堂是那麼的高 那麼的大 你就會覺得你自己是那麼的渺小 第一個感覺 你就覺得上帝是那麼的偉大 是簡直超出你不止 就說無窮很多倍 第二個 然後這些美麗的玻璃窗 我們下一個 就說這些美麗的玻璃窗 然後當陽光 那時候你就想是點蠟燭的時候 對不對 當這個陽光穿過這些五彩的玻璃 照進來的時候 你的感覺是什麼 這就是你想像中的天堂 在當時沒有電影的情況下 就說人要想像天堂是什麼樣子 第一天堂是那麼的偉大 是那麼的高 第二這些五彩繽紛的玻璃 然後那些投影五光十色 是你一般住在一個小矮房裡 點蠟燭所不能完全不能看到的 所以中世紀的教堂 後來是越造越好 越造越大 一個就是這個玻璃窗 然後當然這玻璃窗上造的 全部是聖經的故事 開始全部是聖經的故事 所以當你仰望這個 在一個那麼大的空間 仰望那個玻璃窗 然後仰望那個聖經的故事 光從那個後面照過來 你就覺得這就是天國 這就是天國在人間的那個什麼 好 教堂的意義 現在有兩個意義 一個教堂 對於那些特別苦的人 對於那個沒有希望的人 他到了這個地方 他就想 好 我有希望 我的希望就是要去那裡 然後呢 對於那些有錢的人呢 他也說 好 你不是有錢嗎 你有錢幹了很多壞事 你要贖罪啊 你就給我們造更好的教堂 所以教堂是一個 perfect的一個 solution 對於沒錢的人是希望 對於有錢的人 他說我也可以為所欲為 只要我多多的造更多的教堂 我就可以那個 就說贖罪 所以中世紀歌德式的教堂 是越造越好 越造越大 然後呢 我們現在說 我們知道那個大多會博物館 在那個曼哈頓 我們上次去過曼哈頓那個 可能180街地方 那個有個中世紀館 這是那個中世紀館 前面那張照片的影 這是中世紀館的一部分 然後我們現在講一下 這個中世紀館是怎麼回事 這個中世紀館呢 是 開始是怎麼講 是有五個 有五個不同的小館 它是 其實上它可以說是廢區了 很早以前那個 有一個 可能是1920年 1930年的時候 有一個 有一個那個藝術家 他呢就到歐洲 他就 那時候呢 歐洲 特別是法國 我們知道經過法國大革命以後 宗教受到了巨大的衝擊 宗教受到了很大巨大的衝擊 那教堂就沒有錢 然後教堂沒有錢 他就沒有辦法經營他的那些 管理他的那些房屋 就像你今天一講 家裡沒錢裝修 就越來越破舊 然後破舊以後呢 就有很多廢區 就有一個藝術家呢 他本身是藝術家 他就去把這些 那些雕刻啊 那些東西 他就搜集起來 搜集起來 拿到美國 拿到曼哈頓 他就造了一個小小的 這麼一個館 後來是那個 洛克菲爾他們家 就是說 出資把他的這一批 搜藏 買下來了 買下來了之後呢 他們 這個中世紀館呢 是有五個 有兩個是在那個西班牙 因為西班牙的文化 那個是非常的古老 也非常的傳統 還有三個是那個 在法國南部 然後正好呢 有那些教堂要拆啊 他們就說 是去 這個project是花了 好像是在一九 一九五幾年的時候 法國有一個很大的教堂 是要拆 已經廢去了 要拆 然後那個教堂的拱 那個拱形 有三千多塊磚頭 所以他們就花了那個 洛克菲爾他們家 就出錢 花了人 把這每一塊三千多塊磚頭 都編號 因為他們這個圓頂的拱 就是說每一塊磚頭的那個 排列都很重要 你要排列的不對 它就會倒下來 因為它是沒有架子的 全靠這些拱形的磚頭的支撐力 所以他們就把每一塊磚頭 都編了號 然後拆下來 裝箱 運到了美國 再把它們全部再復原起來 所以這就是我們那個 中世紀分館的那個 特別之處 雖然它是五個館合成的 雖然它不是說 怎麼講 不像我們現在說的是 原始的是本地就有的 但是它也是 從最大的限度上 是一個復原 是對一個 是對一個 古老文化的尊重 然後你在那個中世 我剛才說的中世紀館 你們要知道 那個Harry Potter的那個Movie 裡面的Hogwood 就是在這個中世紀館裡面拍的 所以你們 因為我並不熟悉 如果小朋友熟悉的話 如果小朋友熟悉的話 他們可以identify很多地方 因為Hogwood 它很多是哥德式的建築 然後他們有很多東西 就是在裡面拍的 還有一個叫什麼 Half Blood 也有movie 也在裡面拍 那也許你們看過的人 可以identify 這個 嗯 OK Next 好 那個 那時候 其實這個我們去看的是一個雕塑 並不是很大 但這是典型式的哥德式雕塑 你就看到那些 哥德式的特點 就是非常的 非常的怎麼叫 優雅 非常的優美 它不像羅馬式的那個建築 非常的粗壯 你看它的線條都是非常的精細 非常的graceful 那個時候就說 它這些雕像是 我們想 這是中世紀 就是說 離開我們五六百年前 這些 這個東西本身並不是很大 所以是非常精美的那個雕塑品 好 Next 好 中世紀除了那個哥德式的建築以外呢 還有一樣東西是他們偉大的貢獻 就是書 那個時候呢 是沒有印刷品的 書是一般人是沒有 不可能有書的 是誰有書呢 是King or Queen King or Queen 他們要禱告 那你禱告的時候 你不是就說很boring嗎 然後他們就有 就請人畫了 這支書 你們看那麼大 其實就是小小的一本書的 裡面的一頁 也許go next 也可以看到 這只是書裡面的一頁 所以說 你可以想像是很小 畫得很清晰 那個法國有一個很有名的叫 Lana Brother 是三兄弟 這三兄弟年紀差不多 他們的技術是非常的精 就是說 技術是非常的高超好 眼力也非常好 這個 這個書開始是怎麼回事呢 那個修道日理的人不是要念 就是要修道 要念聖經嗎 然後你去聖經的時候也沒有印刷品 你怎麼辦 你念了以後你要把它抄書 他們就抄寫聖經 那越抄呢 就開始給聖經旁邊加點畫編啊 然後到最後就有藝術千財的人呢 就發展到畫這些畫 然後當時你要畫這麼一本書的成本 等於蓋一個小小的宮殿那麼大 就說這個成本是多麼的巨大 所以只有King和Queen才有財力在畫這本書 並且這裡的顏色 這些書呢都是用很多 真的用金用的銀 還有你會看到有很多的藍顏色 當時的藍顏色是叫Ultramarine Blue 現在呢已經有人工合成的 就是實際上是一種深藍 當時的那種深藍是比金還昂貴的 然後你會看到所有聖母瑪莉亞 Madonna穿的衣服都是那種藍顏色 為什麼有兩個原因 一個就是那是世界上最貴的顏色 第二就是說 那個藍顏色讓你感到很 怎麼講 給你感到一種天空 給你感到一種寧靜 給你的感覺是一種非常寧靜美好的 所以聖母的衣服永遠是藍顏色 你就可以想像這麼小小的一本書 會是那麼的精美 然後開始的時候是King和Queen 後來有很多有錢的商人 和很有錢的底下的貴族 他們也開始有這些書了 所以當時這些書只是 他們叫Book of Hour 說一天有多少個小時 一年有多少個季節 所以在不同的季節不同的時候 你要禱告 所以這些書就幫助你禱告的時候 好 有一個就是Imagination 所以這些書都叫 Book of Hour 是用來禱告的 大都會博物館的分館 能有這麼一本書 是非常精 就是非常難得的 並且這本書他們不是 平時不是老展覽的 為什麼 因為這種顏色很容易 是天然的顏色 很容易受光的影響 所以呢 你每次去可能只看到幾頁 你下次去可以又看到幾頁 所以你只能看到幾個頁 這是那個裝飾極其精美的一頁 這個故事就是說Annunciation 你可以看到那個Merry穿的是藍衣服 對不對 然後那個天使呢 來告訴他 你現在要懷孕了 那個 你要懷孕一個 就是說 那個上帝的兒子了 就是Annunciation 來告訴他這件事情 你當你看到那麼多藍顏色 還有你看到有好多 那個一朵花的樣子 那就是法國那個皇宮的那個代號 好 Next 好 這是一套普克牌 這是一套完整的52張的牌 然後這是 這是世界上唯一存下的一套 最完整的中世紀的牌 然後也在大都會博物館的封館 好 這是那個 這是大都會博物館那個封館裡面 一個 你要去那裡 這是你 這是你莫名而去的一套那個壁毯 因為當時那個壁毯是比油畫 在中世紀 這是至少五百年 十五十五世紀的時候 這個壁毯是用有金線有銀線也有羊毛 那時候我們那個 Caro還看了 各種就說五百多年前 然後我們記得當時去看了色彩還是很鮮艷的 效果還是非常好的 當時來說就是這個壁毯是比畫還要耗費人力的 第一你要設計 設計 你要看這些後面的花 它就說有100朵花 就說有那麼多花 那麼多精細的那個圖案 首先你要設計 設計完以後 你要就是 所以 在當時來說 你這個藝術品花的時間越多 越難 就說這個藝術價值越高 所以在那個中世紀來說 這個壁毯是非常的 昂貴的一樣東西 這一套壁毯呢 一共有七套 是Rockfeller的搜藏 然後他們就說 他們抖內給了那個 大家都會 這個壁毯的故事是什麼 你看到中間有一個 unicorn 是不是 一個白馬 然後他們這個故事說呢 他們就要去找這個 unicorn 這 unicorn有幾個代表意思 一個代表呢 就是說 其實修這個壁毯的人 是他一個結婚的禮物 然後這個 unicorn有兩個 一個就是說 他找unicorn 就有點像 他要找一個新娘 是要去 unicorn是一個很美麗的東西 所以是一匹漂亮的白馬 是一匹漂亮的白的神馬 所以呢 他要找他 就是有一個 找新娘 這麼一個意義 第二個意義呢 這個禮呢 unicorn又代表基督 他最後是被殺死了 然後他又重生了 所以這個故事 第三個故事就是說 他們傳說中 unicorn不是有一個horn 它的那個腳 這個腳呢 可以測驗這東西有沒有毒 可以把那個有毒的東西 變成沒有毒 所以這個 unicorn的horn 是非常非常珍貴的 這個故事就是說 開始這家人就說 你看帶了那麼多獵犬 然後他們就出去找unicorn 然後後來呢 他們就找到了unicorn 因為我沒有list 那每一張圖 找到了unicorn之後呢 unicorn是很猛烈的 然後這時候就有一個 有一個漂亮的女的 就去輕輕的捧摸他 然後呢 讓unicorn安靜下來 安靜下來以後呢 他們就放了這些獵狗 然後那些人就拿了那些 長的劍來殺他 然後當然unicorn也在反抗 所以他用他的腳 就是刺那個狗的那個 把那個狗的肚子 好像都給刺開了 然後他用他的那個後腳 又在踢另外一個來殺他的人 然後後來呢 這unicorn是傷痕累累 傷痕累累之後就死了 死了以後呢 我們是說 就像基督一樣 被人家那個 被人家那個受傷 然後死了 死了以後 他呢就復活了 因為我們知道基督是要復活的 然後後來unicorn就復活了 然後他身上呢 你是受傷的地方的血呢 就變成石榴花的那個花紋 因為石榴呢 代表有很多果實 代表結婚以後會有很多兒女 同時也代表一個生命很頑強 所以這個unicorn這個故事 最後是一個好的結尾 他又重新新生了 就是他有宗教意義 也有婚姻的意義 也有就是說這個解讀的這個各種傳說在裡面 所以unicorn tapestry是那個那個這個大都會分館的一個非常有名的一個東西 好 Next 我們剛才看了那個unicorn裡面 不是有那個裡面有好多花嗎 那裡面種的所有的花 他們在那個分館裡面的庭院裡面全有 所以這裡面的花是根據那裡面的那個中世紀的那個傳說裡面種的 然後我們在想 然後我們在想 這個中世紀的這些每一根 這個每一根柱子 這是羅馬式的 這中世紀館是兩個羅馬式和哥德式 所以這些柱子是羅馬式的 那這些每一個柱子 可能要go back to前面 go back to前面幾張 再有一張 再有一張 你們看這每一顆柱子的那個雕刻全部是不一樣的 這是為什麼 是因為那個藝術家從那個法國 從那個西班牙各地把它蒐集起來的 然後他們都是紅色的大理石 所以這顏色本身是紅顏色 但是所有的雕塑都不是一樣的 因為它是從各地蒐集來的 然後那個我現在講一個插曲 那是我剛才那個講 大都會介紹的時候 我們講回羅浮宮 羅浮宮時候他們那個國王 不是很早就開始蒐集藝術品了嗎 然後拿破崙 拿破崙攻佔歐洲時候 拿破崙不是曾經一度 就說稱霸了很多地方 他每次戰爭回來的勝利品是什麼 就是藝術品 然後呢 他把那些藝術品都拿回來以後 然後他曾經一度把 羅浮宮改名叫拿破崙博物館 然後拿破崙下來以後 那法國人說 我們應該把這些藝術品是搶來的 我們應該把它退回去 但是呢 也有很多藝術品 就是法國人說 這退回去的時候 對這家藝術品要有損害 如果你們去過羅浮宮 你們會看到一面是蒙娜莉莎 然後蒙娜莎對面一面牆上 有一幅巨大的畫 那幅畫呢 名字叫婚禮 畫了很多人 很精美 那幅畫就是從意大利拿來的 然後法國說 這幅畫把它拆下來 再運回法國 要受損害 所以呢我們就不還 因為意大利了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 羅浮宮里面有很多畫 是拿破崙博物館